又到了幻季的时期 许多皮肤敏感的女性朋友 肌肤状况不断 东森新闻前来有美容界教父之称的牛老师 跟大家分享她多年的研究心得 希望能帮助女性朋友做好修护保养 哈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莉莉莲 进入九月又是夏天要变成秋天的幻季季节了 那么许多观众朋友就反映 似乎因为空气当中呢比较干燥 而且早晚温差比较大 造成保养品好像怎么样也擦不进去 皮肤呢会比较的暗沉 然后毛孔更加的粗大 那么针对这个现象 我们请来了台湾的保养教父 女儿老师要跨海为我们做解答 一开始就要用比较科学的方式 请女儿老师告诉我们 为什么在换季的时候呢 皮肤很容易出现状况 因为温度湿度的下降 皮肤先开始产生干燥的情形 再加上呢我们的新陈代谢呢 因为就像皮肤有冬眠的现象 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变差 所以慢慢你就会觉得角质 变得比较粗厚暗沉 然后堆厚的角质 如果我们又没有及时的这个 去掉去除掉 你就会发现呢 因为缺水的关系 就慢慢产生干燥的问题 除了干燥 下一步呢就是肌肤好像会比较 有搔痒或是敏感的状况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 要如何来处理 我们请问牛儿老师 水分的缺乏就会容易产生 因为肝而产生的搔痒 过敏的症状都会出现 所以其实呢在这个特别是换季 相对而言保湿 还有呢如何加强我们肌肤的这个防御力 保护力就非常重要了 好的那么了解肌肤出状况的原因之后 是不是在保养品的选择上面 也需要多加注意呢 请牛儿老师来为我们做解答 牛儿老师讲的非常的深入 也非常的专业哦 那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 比较具体的例子 来帮助消费者挑选合适的保养品呢 好比说像玻尿酸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分 因为它是我们本来呢 皮肤里头就有的一种保湿因子 再加上它的这个吸水力是最强 它可以去抓住水分 每一分子就可以抓住一千倍的水 那另外呢要加强的就是我们角质层的防御力 那我们角质层的防御力呢 一旦好的话呢 可以去强化我们角质周围的一个蛋白 那这个蛋白质一旦成立的话呢 我们比较不容易水分的流失 我们都知道 保养品无论再好 如果没有办法深入肌肤也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呢我们会做一些定期的去角质的动作 让脸上的死皮在去除之后 保养品才可以真正深入 由内而外达到深层滋养的效果 那牛儿老师对于换季的时候 有哪些建议呢 平常你可以每周固定地做去角质的工作 可是相对而言 你这个去角质呢 我不建议去使用一些比较 好像磨砂颗粒比较粗的产品 因为这样无形之中呢 会显得你的角质层呢 它的这个受伤还更重 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 我们的角质层呢 往往是比较薄的 所以说在去角质这个动作上 反而要更小心 接下来要为大家做一个总结 在换季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温和代谢角质 其次是要加强肌肤的保水能力 多利用玻尿酸等成分 最后还要加强肌肤的防御能力 那么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介绍更多 有趣又实用的保养小Pebble 现在我们就把现场交还给